张女士看起来年轻时髦 但其实是一位已经60岁的母亲 她说自己早年离异 独自带着两个女儿付出了太多 一个大妻妈妈 从小把他们两个带到 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给她 设置生命 然而今天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个女儿却都跟她反目成了仇人 他们对我就是很仇恨吧 就在来调解的前几天 她和大女儿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她要打我 要把我打死 她说我诈骗她的房子 大女儿说 自己绝对没有诈骗母亲的房子 所以坚决抵抗 事要清白 房子不是我诈骗的 我是要还我自己一个公道 小女儿也坚决站在姐姐这边 我希望能够把世界真相还原出来 当调解开始 母亲张女士便和两个女儿陷入了激烈的争吵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你不笑 你对我不好 简直就让我崩溃 她说的就没有一样是事实 房子究竟属于谁 事实到底是什么 张女士和小女儿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 以致小女儿也对她充满怨言 我一直很恐惧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母亲 面对小女儿的指责 母亲声泪俱下 甚至激动离场 崩溃倒地 究竟是两个女儿联手欺负了母亲 还是母亲做错了什么 深深伤害了女儿 最终房子的问题能否解决 母女三人又能否找回 昔日的母女亲情 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 反目成仇的母女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妈妈张女士 还有一位是女儿小圆 张女士的小女儿也在现场 来到我们的节目 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我今天实在是无助 跟他们两个女儿搞得这个样子 我没地方可以讲理 我的诉求就是要求大女儿 把房子还给我 我原来的老房子是我的房子 一个是房子的问题 那你跟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让你情绪这么不稳定 我不想讲了 你先缓和一下情绪 你问他们自己 你对他们怎么样 我问问看 现在坐在旁边的是大女儿对吧 对 小圆你好 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的诉求呢 我的诉求就是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 可以给我一个清白 我妈妈在网上网报我 她就说我是个骗子 这个房子是我诈骗来的 我并不是像她网络上 抱着那个样子 一开场 母女良便一个痛哭一个委屈 究竟是女儿骗了房子 还是母亲冤枉了女儿 张女士首先告诉大家 房子本来是在她名下的 五年前 大女儿开店缺钱 便提出借这套房子来抵押贷款 她就说叫我这个房子给她 抵押贷款吧 我说行 我就把房产证就给她了 拿到房产证后 大女儿便把房子过户到了自己名下 办理好了贷款 由于房子一直是张女士在住着 她也始终没有要求大女儿 把房子过户回来 直到去年 她做生意亏了 资金困难 刷了小女儿信用卡的钱来用 刷了小女儿多少钱 二十万 信用卡吐吃 银行催缴还款 小女儿又急又气 不断催促母亲张女士还钱 没办法的张女士 想到了卖房子还钱 可是房子现在在大女儿名下 她卖不了 于是她就开始要求大女儿 把房子过户回来 但却遭到了拒绝 他不给我 他说不是我的 几经讨要无果后 张女士跑到了大女儿的家里 母女俩就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我那天到她家里 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房子是你的 你不要脸 她就讲骂我 她骂我不要脸 当时我就讲 我说你真不要脸 我就骂了她 这个房子本来你就是要给我的呀 她就讲 你想都不要想 你给我滚出去 我说你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又怎么样 我就推到她这里 推了一下她 她说你打我是吧 老子今天就埋了你去 我今天就打死你去 不行 试试看 这是她讲的 当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但是我就一声翻马了 她说你不要装 你没有好去死的 你这种人早就好死了 我说你这个泼妇 我泼妇是跟你学的 是你生的 两人之间就一直用这样 伤害对方的话在谩骂 她说要把我打死去 我就一头转到她家里 脸就肿得跟个西瓜一样的 出了一个晚上 你心里觉得你们俩这一段 母女关系 没有了 我还在我心里面 我现在我看到我都是怕她 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这次的事情 所以你很怕她 我刚刚才跟她带完人 她儿子还 才13个月 我带了10个月 吃过你月子 你要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现在不要我了 你就这样 要打死我 小月 你一直在旁边摇头 从你的角度 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 当天发生的事情先 可以 我在房间 她进来了 她就跟我说房子的事情 她让我有爆点的一句话 就是说 是你妹妹逼着我还钱 所以我才来找你的 她指的是刷妹妹信用卡 这个事情 对吧 对 她就说我骗子 因为她之前在外面 就已经说我诈骗她房子 说要告我 不停地推我 她要伤我耳光的时候 我躲掉 我说你不要动手 打我 你打我 我真的会还手 我要打死你去 这个话我承认 我说过 但是当时的那个情形下面 我年迈的公公上来说 青江母都是母女 不需要闹成这样子的 你下去喝杯茶 然后她就把我公公推倒在地 快80岁了 被她摔到地上 她一直说要死在我家里 不把房子交出来 我就死在这里 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 我的母亲到我婆家 这样去闹 我说你要死 不要害别人 你可以去外面死 我说你觉得我这个生命 是你给的 我也死掉去 唯一能偿还的就是这条命了 还给你 我心好累 好累 面对母亲张女士上门吵 闹要房子的行为 大女儿显得既委屈又心寒 如果真如张女士所说 房子是她借给大女儿的 大女儿坚持不还 还反过来指责母亲过分伤人 这似乎说不通 果不其然 大女儿很快就说 房子虽然之前是在母亲民家 但是是父母的婚内共同财产 并且在多年前 父母离婚的时候 双方就写下协议 把房子留给了自己 这个房子是他们当时给我的 面对大女儿的说法 张女士坚决不认同 她认为这个房子 就是她个人的 房子是原来跟她爸爸 还没有离异的时候买的 因为她爸爸有家暴行为 后被离异了以后 我有两套房那个时候 还有一套房就是自建房 就讲两个人 都把房子给我的小女儿的 当时是就写了这个协议 一起把房子给小女儿 过了几年以后 她爸爸就说她会改 她说她再不打我 八四不再打你了 那么我就给了她一个机会 跟她符合 去拿了结婚证以后 没了半年 她又打 反正她喝了酒 当时把我耳朵就打聋了 第二次去起诉离婚了 我们第一次离婚是协议 第二次我们再离 第一次的那个协议 是应该就是作废了 重新有协议我们的协议 就是自建房 归她爸爸 归你前夫 对啊 然后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房子 你认为第二次离婚以后 这个房子的所有权就是你的了 并且房产证是我名字 我今天上午去民政局 给我父亲打电话 让我父亲 因为我没有这个权限 去调这个东西出来 我父亲去把他们的离婚协议拿出来 我来这里也是就是说 要把事情的真相还原 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我诈骗了的 我有到民政局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们写得很清楚 这套房子是怎么样去分配的 因为他刚刚讲到了 其实他们中间有复婚过的 所以这是第一次的 这是第二次的 这是最终他们的离婚协议 对吗 他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我在外面工作不知道的 好 这份协议书是自愿离婚协议书 协议内容财产安排里面 商品房是归大女儿你所有的 然后这个自建房是归小女儿所有的 这个是盖过张认证过的 在民政局对吧 对 张女士这个离婚协议书 是第二次离婚的协议书 这个我看一下好了 也许我记擦掉了 我拿给你吧 好的 民政局盖了张的 签的时候是2011年 你看一下 那我这个要好好想一下 就这样子我就依照这个奖 好 这个你看了以后能告诉我 这是第二次离婚以后 我记不清 我真记不清 你忘记了签这个 对 这上面是你的签名吗 上面应该是我的 应该是你的名 对 这个应该是第二次的 白纸黑字这个离婚协议上也写明了 这个房子是归大女儿的 对 那为什么现在你要说 那个我这样讲可以吗 离了婚以后这个房子贷款一直是我在贷 是我还款 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因为他对我太过分了 从来没有送过一个年 没有送过一个节 平常没事从来不会来家 你看一下我 即使今天就是给你 你不孝 你对我不好 我可以拿回来 我为什么要给你 虽然离婚协议写明了把房子给大女儿 并且在五年前已经给大女儿抵押贷款 过户到了大女儿名下 但是张女士始终坚持认为房子就是自己的 她一定要把房子拿回来 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她认为大女儿不孝 对她这个母亲很不好 然而小圆却说 自己很冤枉 其实我挺可悲的 我母亲在我婚后 我不停地帮她借钱 她有困难的时候 叫我去帮她向婆家借钱的时候 说你帮妈妈 不然会死的 好意思讲这个话 我教你借过钱 帮她借钱 大概可能有60多万 你帮她还了吗 她自己在还 但是是我帮忙借的 就是我找我婆家借的 帮完了吗 我拿了两分的利息 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悲哀 一个极度的悲哀 我在不停地掩盖这些东西 让别人看着我过得很光鲜 很幸福的一面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不想别说我是单亲离异家庭的孩子 不要讲了 你自己是什么样一个性格 你自己清楚 你看我母亲就是这样 你除了打门 你除了动手 除了发飙 你还能怎么样 我对你还不好吗 你在娘家 叫你做过家务吗 洗过衣服 做过饭 还做过什么事吗 你要什么东西我没有满足你吗 你不读书 上异校 我也满足你 你来立架 顿好鸡 用毛巾包好 坐客车 送到这里来 你到哪里去了 你去上网店了 从我懂事以来 他就是这样子对我的 只要我没有依着他 就是不笑 他就会骂你 就会不停地去说你 包括我生孩子 我是大数学抢救的阿胎 然后母乳的问题上面 简直就让我崩溃 我母亲让我 我原来是怎么样的 哪里会像你这样 你是个女人吗 连奶都没有 叫你吃这个不吃 叫你吃那个不吃 我实际没有办法 我请崔鲁师回来 他把人家崔鲁师骂跑了 然后崔鲁师叫我吃的东西 他不同意我吃 然后就不停地就说我 你就是怎么怎么样 来 我们先缓和一下情绪 先平静下来好吧 真的 我有一点没有遇到 他就像刚才这样子去说我 然后导致这一次 我跟他的反目会变成这样子 小圆声泪俱下地 控诉着母亲张女士的 强势和压迫 张女士却觉得很委屈 她说自己辛苦 照顾女儿月子 都是为了女儿好 对小外孙 她也是很疼爱 我是非常爱我这个小宝宝的 这是我心头的漏 她没想到自己的付出 换来的不是女儿的感恩 反而是仇恨 现在就连房子也不肯还给自己 更可怕的是 小女儿在大女儿的唆使下 也跟自己作对 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 张女士说 自己把两套房都登记在 小女儿名下 完全是出于对小女儿的爱 所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小女儿竟然也会跟自己反目 然而 厂下坐着的小女儿 立马拿起了话筒 她说 母亲纯粹是在自欺欺人 如果咽喉疼透 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帮吉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风奇集团 这套房子之所以会写我的名字 也纯粹就是因为 它没有办法写它自己的名字 因为它是黑名单嘛 它的信用已经被拉黑了嘛 就只有我一个人 是可以写这个名字的 所以它就不停地用我的信用 去做任何的贷款 包括这些信用卡 也是这样 从我成年开始 所以它需要 我就要去上 我就要去签字 这就是为什么 我的信用卡 一直在它手上的原因 因为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它拿着的 这个卡一直都是在用于它的店里面的一个流水的一个运转 就不停地把我的卡里面的钱套出去 用于它的一些店里面的开支 包括它的员工 进货 房租 水电 等等等等这些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信用卡 在它刷掉最后的余额之前 就已经其实是用的差不多了的 我已经再三跟它说过了 我说这个卡已经没有钱了 信用卡已经一直在催我还钱了 我没钱还 是 信用卡是我刷了 总共20万嘛 我为什么要用你的钱 因为我店里的钱全部在你的银行卡上 我手上没有任何流水 没有钱用 我只有在信用卡上面刷钱用 我就只想问一句话 信用卡办下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满了的 它是不是让你刷掉的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你在用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对 所以说何苦存在于 所以我要还你的钱 你把你店里的银额全部都给我呢 所以我要还你这个20万 所以为什么我要卖房子 我都要把这个钱还给你 你一直刷的是你小女儿的信用卡 对 他刚刚说你这个真信 已经是黑名单了 怎么回事 我的黑名单是什么原因 我开的是这个店 音乐搞娱乐的 有一些小公司嘛 他就说是侵犯了这个版权 说我们的那个哥没有跟他买版权 起诉我版权问题 说我侵犯 我当时就跟他调节了 就给了他一万块钱 好不得了了 这一万块钱给了他以后 在就无数家这样的小公司来起诉我 法院就也不算是黑名单 他就是把我就是真信这一块 可能就是 就是你不能办信用卡 不能贷款 对 不是我个人的私信 是因为公司的原因 也是不是因为你的真信有问题 所以你要把房子的名字 写在小女儿上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你要讲清楚事实 而不是说试图去掩盖事实 我没有掩盖任何事实 你以后也要做母亲的 我求您了 不要再说这句话了 我知道我是要做母亲的 我做母亲 我绝对一定保证 不会这个样子去对她 我自己吃过的苦 我永远不会放到 我自己的小孩身上 在姐妹俩看来 母亲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自己 却口口声声打着爱的幌子 这让他们心里很难受 如果说房子的问题 信用卡的问题 都还情有可原的话 有一件事情 是姐妹俩 怎么都无法原谅母亲的 那就是去年11月 在小女儿的结婚大事上 母亲竟然丝毫不管 作为姐姐的小圆 只好自己来为妹妹张罗 不料她的一番好意 却遭到了母亲的强力阻挠 妹妹结婚的所有的嫁妆 所有的东西 全部是我才卖的 突然有一天 我母亲叫我把妹妹的嫁妆 全部退掉 我说为什么 她说她这样对她 就说我妹妹不好嘛 对她不好 凭什么让她那么风光地嫁出去 非要我把她相退掉 就让她去婆家 啥都没有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妹妹没有听她话 去穿她要求的衣服结婚 她说了一句更让人寒心的话 你有钱你厉害你给你妹妹买 你们先自问一下你对得起我吗 我进房子你给了我一分钱吗 你给我买了一样东西吗 你是人吗 你真是会连贯 所以我怕你的 我比后妈都不如人 这个嫁妆是她买的 当时我是这样讲的 我说我现在条件比较紧张 这个嫁妆 我只能买三大件 冰箱 彩垫 洗衣机 被子 其他的我买不起 然后她是怎么买 每样都买双份 我说你买双份 你去买 我是买不起的 我说你退一套 不需要你买那么多 我说她的公公婆婆娶媳妇 她应该自己会 也会准备一套 我们赔价只赔价一套 我没有说叫你说 一起退掉去 张女士解释 自己是因为经济紧张 所以想缩减些开支 可大女儿却偏偏 自作主张充好人 所以她有些生气 而更让她生气的 还是大女儿挑拨了 她和小女儿的关系 她说小女儿的对象 明明是大女儿介绍的 小女儿的老公 是她介绍的 可大女儿却在自己面前 搬弄对方的是非 以致自己对对方很不满意 进而对小女儿的婚事 也很不赞成 大女儿自己跟我讲的 她儿子在医院里面住院 住院的时候 她讲她太小气了 她说这个人真的是 太没有格局 买那个早餐 她只买两份 买她跟她女朋友的 她说我两夫妻的早餐 她就不买 所以说这个事情 在我心里面 我也是一个哥大 然后提结婚的事情 她讲女方的弄酒的钱 像我们当地风俗 都是男方给女方拿钱弄酒的 她跟我讲 男方弄酒 男方自己拿钱 女方弄酒 我女方自己拿钱 所以我从几个问题上面 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子 格局确实是有一点比较小 我就觉得这个结婚结得太快 她就吹 吹得很快 当时我是打死 我都不同意 并不是说 为说你讲 我为了你穿一套衣服 去跟你发生什么冲突 我可以讲 我绝对不可能 就只是说 你对这段婚姻其实不满意 对 对这个女婿也不满意 对 我不会是说 为了你一件衣服 来跟你去吵架 我没有到那种程度 我不是厚麻 我还是这么讲 我小女儿是比较本分的 我说实话 她是比较老实的 厉害的就是这个 太厉害了 她的手段太厉害了 把我这个妈全服侍了 小女儿的婚事 全程是她才操办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 大女儿在小女儿的婚姻上 剥夺了你作为一个母亲 对 很多权利 对 剥夺了我的权利 我没有任何资格 所以我就想 你们结婚 我不同意 放到我家里 你到你爸爸那里去结婚 在这期间 发生了很多不愉快 我骂了我的小女儿 我骂的也是比较狠 也是比较难听的 而且不让她从我家里出嫁 最后我还是家里这些人劝我 我还是让她从家里出去 但是她从我家里出去 我是哭到在地上 是几乎半个多小时没起来 我一直不想结婚 不想生小孩 都是因为她 我一直很恐惧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母亲 她对我的控制已经够多了 她对我做出的伤害 已经够多了 我觉得 就算我找了其他男朋友也好 老公也好 之后也是会这样 关于这个挑拨的事情 是这样子的 不停地 她会在我姐姐面前 说我的坏话 在我面前 说我姐姐的坏话 然后在所有人的面前 都是说我姐姐的坏话 只要没有她 我们对一切都很美好 小女儿认为 母亲才是那个挑拨关系 破坏家庭和谐的人 而她和姐姐之所以如今 统一阵营 是因为都受不了母亲的控制 听到小女儿这样的话 张女士埋头哭了起来 我太死白了 你把我比后妈都不如 张女士对于两个女儿 究竟是爱还是控制 如今反目成仇的她们 该如何找回母女亲情 错综复杂的房子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 妈妈对于小女儿 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怨言 但是反之对于大女儿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刚听了一下 大女儿可能是从性格上 跟妈妈来说会比较相近 然后初一还有一个是 长姐如母的一个 本能的一个自保 所以说她是有点的攻击性的 很多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 或者是一些肢体的冲突 那母亲会觉得 这个大女儿不是很好把控 所以说对她的怨言会非常的多 在现场 在今天我感受到的是 妈妈把这两个女儿 有点在当棋子在用 就是她喜欢用自己的利益 来去把控孩子 有非常强的一个掌控欲 大女儿有提到多次从婆家借钱给妈妈花 然后大女儿在给自己的妹妹去置办嫁妆 或者是在承担这个婚嫁的过程中 然后多次有去松拥她 不要去管你的妹妹 反向的这种引导 那还有网报 其实网报这种事情 很可能一辈子会活在这个阴影之中 那么对于小女儿透支信用卡 在小女儿婚嫁的 当天穿的衣服也要尽一把控 然后发现不是她想要的衣服的时候 就非常的不开心 而没有去想到这是她的终身大事 我应该去配合和去顺她的意 在这些过程中 妈妈表现的是什么 就是心智非常的不成熟 包括孩子没想要去为某些事情 来去辩护 或者是距离力争的时候 妈妈是不停地在针对错 一直在针对错 就是你们错了 我是对的 我根本就没有去干预 在穿什么衣服呀 你们老子这样子讲我干什么 我们在处理每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是有包有贬的 对不对 不意味着是你全部的问题 只是说我可能需要用一些事件 咱们来一条一条来过 好吗 所以就说我们在这过程中 就是可能我们听到了 太多的冷笑 还有对孩子的质疑 这种质疑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 我们说在一家之主中 我们可以强势 因为强势说明有主见 但是在一个真正的优秀的一家之主 或者是一个母亲的身上 我们应该还需要有很多的一些别的品质 比如说稳定的情绪 还有一个优秀榜样的力量 张女士其实你长得很漂亮 而且很年轻 非常时髦 我很失败 不停了 六十岁了 但是你看了就真的不笑 谢谢老师 我知道你在跟我缓消我的情绪 这我说是实话 我原来没有比现在高血压不佑了 就是这个是 按你说你这么漂亮年轻 你应该是可以活得很自在的 你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卷到 无论是你的这个前夫也好 特别是你这个两个女儿的生活当中 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特别惋惜 不知道到底你是哪个地方出了 就是 那我们稍微缓和一下 生活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致命的一个点 就是你把这些关系卷得太深了 沾皮 带血 带肉 这一种关系 如果是那种关系 但凡牵扯一下 就是痛得受不了 我们讲世界上 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为了亲近 但是只有一种关系 就是母女之间或者母子之间关系 它是要把它推开的 当你的两个女儿长大了之后 你得把它试着推开 把这两个女儿把它踹开 行动上踹 精神上不要踹 你现在反了 你现在是精神上就在踹 行动上把它把它拿着了 有点反掉了 你们今天第一个焦点 涉及到房产 我刚刚听到几个方面 一 这个房产是张女士跟前夫的共同财产 在离婚过程中做了一个财产分割 两套房子当时都是做了分配 我看到的第二式离婚协议 上面写的是大女儿小女儿各一套房子 对吧 其中这个有争议 你说的有争议的商品房是归这个大女儿的 那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无论是以前的婚姻法 还是现在的民法典 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正义还是说双方一致认可给到女儿的 那就是女儿的 你完全可以花个气泡块钱 知识一个律师就能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闹得母女相恨相杀呢 关于你小女儿信用卡的问题 你一直在说你的经营的钱 给到谁是谁了 那你是不是在持续用她的信用卡 你用她的信用卡 她是否持续同意 如果有哪一期她不同意 你再用了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人工国刑法有条规定 叫冒用她的信用卡 叫信用卡诈骗 所以你每一用一次 你都争取她的同意 你才能用 她如果不同意你用了 她如果去报案 我懂 你懂尽快把这个钱还掉 如果你真的是说爱女儿 你还有两套房子 不能卖一套吗 为了女儿不能卖一套吗 你那么爱你女儿 买了两套房子给你女儿 你买两套房子 有没有跟你女儿签协议 小言我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妈妈买那两套房子 有没有睡着要跟你签协议 没有 好 你出资买的房子 写着女儿的名字 那你视为对子女的赠语 而且已经完成赠语了 我又要告诉你了 张女士 那两套房子 如果你小女儿不想还给你 你又拿不回来 那现在我就一套都没有了吗 你要懂法 要学会保护自己 你如果是真的 就是说你 就跟你小女儿说的 你自己是黑户 你想买房子买不了 那你也得签个协议 你又没签 爱姨母你的面子 那到时候又会闹得一片江湖 一地鸡毛 今天的一切 不是因为没有一点爱 而是因为 你现在欠了一身的债 路不付出 你的压力大 你顾不上爱了 但是你将他们放在何处呢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不是捡来的 用你的话说的 所以你一边不断地在付出 一边不断地在给女儿施压 你何必呢 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你百年以后 你能带走一分钱吗 你自己难道卖了一个房子 没房子住吗 何必苦苦相逼 律师徐建荣认为 大女儿名下的房子 是张女士和前夫离婚时 协议留给大女儿的 并且已经完成过户 从法律上来说就是大女儿的 而小女儿名下的两套房子 由于张女士购买时 没有和小女儿签确权协议 视为对小女儿的赠予 张女士未必不知道法律 只是她从来没有想过 两个女儿会跟自己彻底闹僵 所以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她依旧强调 三套房子都是自己的 房子就是我的 大女儿和张女士再次争执起来 这个房子是我的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你不要脸 就在僵持不下之际 小女儿主动表态 她不会要自己名下的这两套房子 不会要她任何东西 她希望把这两套房子 还给母亲之后 母亲能够放弃对姐姐的纠缠 并且把欠自己信用卡的 二十万块钱还掉 那么张女士会同意吗 她和两个女儿的纠纷 又真的只是房子的问题吗 事实上远非如此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两个女儿控诉 母亲因为婚姻不幸福 从小便给她们进行精神控制 把我关到车子里面 不断地给我洗脑 说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不会活得这么惨 跟我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儿子 你爸爸还能这样动手打我吗 对小女儿的抑郁症 视若无睹 已经是中度抑郁症了 我妈还在不停地刺激我 我无数次地自杀 无数次地想死 对大女儿的婚姻强行干预 当初是你逼我嫁给她的 我不是后妈 她跟我说的 我是为你好 我不是后妈 面对两个女儿的指责 张女士生泪俱下 我21岁 你们生了 你们把我逼后妈都不如 甚至激动离场 崩溃倒地 张女士和前夫 究竟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婚姻 以致无法自控 究竟是母亲把女儿伤害得太深 还是女儿忘却了母亲的情 最终 母女三人又能否化解仇恨 找回亲情 房子的问题 20万债务问题 又能否得到妥善地解决 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节 反目成仇的母女 下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